好各位 我是Tim 欢迎收看本情事巨峰 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次云彩的征集 收到了将近15000份的稿件 我们看到了很多从来没法想象的震撼画面 说真的 我们的观众你们太牛了 那正是因为这次活动 让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形态 因为我们的观众你们都是对影像感兴趣的人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每人来拍摄一点内容 最终组成一个前所未见的作品 这应该是只有互联网时代才能够出现的一个真正的共创作品 所以在云征集项目之后 我们就开始思考影视巨峰到底选什么主题会比较好一点 我们发现其实并不是只有好看的画面值得被征集 比画质更重要的一点 其实是画面里面的故事 跨越时间还有空间 一段段带有故事感的画面 能够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梦太奇 所以最终我们把这次征集的主题定为了 浮生仪 这或许是很频繁的一天 但同时也将是拥有我们最多故事的一天 这次征集活动真的很简单 征集时间只有一天 只有一天 你只需要在接下来的11月1号 警线这一天 录下一段这一天里面 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画面 可以是你自己的 也可以是别人的 不论是不是有人出镜 有没有对话 只要他足够深刻和抓人就可以 为了后面我们方便把大家的故事 串联成一个超级蒙太奇大合集 我们会给你一个基本的方向 喜怒哀乐 我们希望你的画面里面 至少能有一种这样的情绪 喜可以是一次日出 一场表演 一个礼物 怒也许是你看到的一场争执 一个破碎的物品 也可能是一些故事你特别有感触 或者是一个体现出孤独感的空净 乐 我们都知道快乐是什么 希望你能给我们的画面 能有这种气氛 当你觉得不好定义你的故事 还有情绪的时候 你也可以选择投递到其他这个选项里面 我们会把它归到合适的位置再紧进去 同时我们会更推荐你使用横屏拍摄 手持固定这都可以 构图上也没有特殊的要求 规则的话则是按照这个最好 说真的其实我也不是很在乎 设备上你可以用手机 相机 DV 门锁 甚至监控摄像头来拍 这都可以 比较重要的一点是 这个片段的最长时间不能超过10秒钟 所以我会推荐你一镜到底来拍摄 只投递一个完整的画面 但是如果需要一组镜头来阐述的话 我会希望你们在三颗镜头里面讲完它 总时长也得在10秒之内 那当然如果你真的想打破规则 那还有 也不是不行 我们的剪辑老师会掉一些头发 那我们的初衷 还是为了能让大家一起来见证人间百态 那最后就是投稿环节 我们这次征集会在B站进行 大家可以在上传作品的时候 带上我们这次创建的话题 《福生一日投稿》 在这里搜索就能够找到 那也请记得在标签里面 输入拍摄的时间还有地点 那像这个样子 那就可以 手机端 电脑端都可以完成上传 那另外你点击视频下方的这个按钮 就可以进入到本次的话题页 大家的作品都会被收录到这里 那如果你觉得公开分享这些生活 碎片实在是不太好意思 我们准备了一个专门的网站 让你投稿 你可以通过扫这个二维码 或者点开评论区的这个置顶链接 就可以进去 然后发布你的素材 填写一些基本的信息 你就完成了这次征集挑战的参与 因为我们的要求是11月1号当天排出的素材 所以这个投稿页面 只会在11月1号零点开始生效 同时这次征集的最后投递时间 虽然时间上会有点赶 但是我们设在了11月3号 这可一定程度上避免素材的盗用 来确保征集的公正性 所以希望你能够见谅 也请记得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截稿时间 那关于这次征集的奖项设立 说实话真的很难 我们很难客观的去评定一个生活中的故事 它好不好再列出一个一二三等奖来 本质上 我是希望我们一起来打造一个作品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纯粹一点 这次没有邀请任何厂商 但是同样的 我们会给所有入选的小伙伴 每人提供一年的B站大会员 还有闪念分镜的终身版 这是我们能做的 这真的是一次很大胆的尝试 我们一直想要讲出更好的故事 而最好的故事往往来自于生活 我们也不知道最终这个合集作品会是什么样 但这真的很期待 你可能会在11月1号遇到可爱的人 遇到好玩的事 或者恰巧观察到一个令人动容的场面 谁知道呢 重要的是你能把它给记录下来 那好了 这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也请记得点赞投币三连转发 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期待你参与 让我们一起来打造福生一日这个作品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